很少人知 因為最近這些科學家出來說 是證明了地球暖化是地心暖出來的 因為最容易看的就是 所有南北極的冰的溶 是由地底溶上來的 不是地面溶下去的 如果地球暖化是大氣暖化的 應該由地面暖下去的 你會看到在我說完這套訊息之後 你會慢慢發現 很多水底裡面的海怪會爬上來的 為什麼? 因為地球在地心裡面已經開始暖化 很多這些資訊、很多資料 已經是無法推諉2012年 是有一個很嚴重的災難 而這個災難 它的幅度 直成就是聖經講的七年大災難 資訊實在太多了 多到那個階段 美國政府走出來的高官 透露出來 美國自己已經做了很多方舟 誰知道有一套2012這套戲 誰知道的 那套裡面最後不是說中國大陸做方舟 其實不是 美國早就已經做了 你知道嗎? 美國在1985年的時間 美國在墨西哥灣 所有這些的郵輪 所有這些的航海遠洋輪 所有的座位加起來是五萬個 OK? 在1985年至1990年 它竟然過去整個世紀當中 都是剩五萬個而已 去到1990年 1985年到1990年 變成了多少個呢? 是十萬個 OK? 1990年到2000年 由十萬個變成一百萬個 而由今年到2012年 它可以改變成一億六千萬個 但我告訴你 最初八幾年的時候是多少個? 是五萬個 是五萬個 這是他們自己的… 你想想有甚麼工業發展得這麼快? 在說斷千倍 你知道嗎? 為甚麼他們在做這件事? 美國大量是做地底城 明白嗎? 現在我講的資料 你查得到的 你知道嗎? 現在… 你知道鐵達尼號 對比現在做出來的郵輪呢? 已經是小的了 現在當我看的資訊 就算連美國政府 全世界的政府 都是不斷在做一些事情 但它不斷不讓人知道 這個世界很多事情都在變成 OK? 很多的變動 它也不會告訴你 為甚麼? 而… 那個情況是… 可以說日益嚴重 譬如舉個簡單的例子 我們從小到大都知道 GPS 我們知道有三十年歷史 所有船、所有航運 所有飛機都是用GPS的 就是全球定位系統 它從這裡飛到那裡 按個按鈕就能夠飛到 但是… 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GPS在30年當中 是一個最普通的系統 但在明年全球的GPS都會壞 OK? 不用了 現在你們… 我只問你… 又可以問一個問題 問你兩個問題 誰想問的? OK? 我問你兩個問題 第一個問題 之前都問過了 不過現在再問 就是這段時間 短短這段時間 說這半年的時間 就問你關於你的手提電話 首先我問誰在座當中 用手提電話的舉手 搖一下 有用手提電話 OK 好 最近你發覺這半年裏面 你的手提電話 是越來越差的 接收經常會斷線 經常都有問題的 你一開始以為自己是個台 或者以為自己的電話 好了 總之就是這半年裏面 你的電話總之是 一路越來越差的 經常好像潛水一樣 經常會斷線 打來又要打回頭 很多這些吵架的東西 就在這半年裏面 有這樣的現象 我想請舉手 你搖一下手 好 舉手腳上來站起來 舉手腳上來站起來 是甚麼事 政府為何不告訴我們 是甚麼台 你們在用甚麼台 這個真的是斷線台 但這裡差不多 是全部用電話的人 是嗎 究竟是甚麼事在發生 好了 我們坐下 我又問另一件事 GPS記住 現在他們弄不回 弄不回 因為是不能弄的 因為有些很嚴重的事 在這個地球發生 是嚴重到 如果人聽了之後 是會恐慌的 所以這兩篇信息 我把希望和事實帶給你聽 所以為甚麼會這麼神秘 因為說真的 你聽了半路 你就知道我冒著生命危險 說這些事實給你聽 第二 我問你一件事 在座誰是用手錶的 舉手 或是手 有嗎 這麼少人用手錶 用手錶舉手 要啊 大家看看前面 我旁邊有幾個用手錶 好 我想問在這半年裏面 手錶 OK 不是無線電 你的手錶 你的手錶 你發覺 對比你小時候是不同的 你小時候可能整個月 或者整個年都不用 搞一次手錶 但是最近你發現 這段時間你越來越 尤其是一兩年 慢慢急急 你開始戴什麼手錶都不准 你經常外出 你發覺沒多久 你就要再教 有時它會快 有時會慢 但總之就是不准的 這個錶 你經常都覺得 是個牌子而已 這隻雜什麼 那隻 金操都是這樣的 這隻是自動的 你戴著電子也是這樣的 你發覺是這樣的 OK 在座發覺要有這樣的現象 是手錶不准的現象 我不管是什麼牌子 總之你發覺真的有手錶 真的不准的 有這樣的現象 我想請你舉手 記不記得 而我這隻手 你看 為什麼手錶都不准 發生什麼事 我想告訴你事實就是 我們的地球是慢著的 對比我們爺爺的時代 其實我們一天不是24小時 我們最少是一天25至26小時 我們地球再過一段很短的時間 全地球就會停止 是平了 你知道嗎 我現在在說我看的資料 是美國太空總署 美國軍部 那些最高級的天文學家說的 OK 是幫軍部出來說 我只走出來說 他們瞞著你 是有一個很嚴重的事 發生在這個地球上 但是我想讓你知道一個事實 在《聖經啟示錄》裡面說 七年大災難 最後那三年半 地球是會停止轉 並且倒轉轉的 地球會由24小時 會變成18小時 一年裡面 會由365天 會變成265天 而我們 短短大約在兩年之後 就會發生這件事 OK 我在這次 就想跟大家去看 開始我這個旅程 去研究2012這個概念 所以我現在在說 我是拿著這些資料 那些我在說的天文學家 這些人 你直接在網上看到他們 有些人是 一些隕石 一些垂星 是以他們命名的 就是神話般的天文學家 出來說這些事 OK 但美國政府就不說這些 其實我們現在 所以你會發覺 為什麼馬雅文明 它就說 其實世界末日 會是2012年的10月21日 2012這部電影 又拍攝 就說世界可能會毀滅 等等 是不是 其實裡面是一段 很長的故事 我會嘗試從古文明 現時的科技 還有很多東西 跟大家去理解 這件事的真實性 那個真確性 我相信令你很震驚 但是這一點都不緊急 OK 如果你說2012 世界末日可能 可能而已 都不緊急 因為我今天這篇訊息 就比那件事更緊急 OK 因為事實上 在現時來說 我所認為 2012年 如果不是七年大災難中間 就是由2012年開始 有三年半就開始煮 它只有兩個可能性 就是以現時 我對這個題目研究 它不是七年大災難中間 都一定是七年大災難開始 無論如何 我們當中 如果你是信主的 在2012年的12月之前 你就會被看 OK 我們先鼓掌多謝神 這個就是講了結論 但其實我是一個很掙扎 因為我看到這麼多資料 他們不是對我們說謊 有些人上去出來說了半年 說了半年 就被美國暗殺了 在第14次暗殺他的時候 他們殺了 我講的是有很多人出來 是將這些資訊說出來 但沒多久他就死了 而有些是35歲就離世 有些是40多歲就離世 全部都是出來說 現在世界政府 尤其是美國、歐洲 它是騙著全世界一些東西 有些很嚴重的東西 你想想 連我們的時間 都已經不太準 事實上在座當中 有些手錶 準的那些 是因為你的手錶 你知道嗎 在過去十年當中 每一年做手錶廠 都要調整手錶 是要慢一點才行的 如果不是你的手錶 是根本不可能準 你的手錶不準的原因 很多時候你的手錶 是十年前的 就更加不準 因為如果我們只要過十年 你知道嗎 我們過十年再不調整 我們的朝後座會變成深夜 所以你會覺得 為什麼時間這麼好用 人家在用28小時一天 你都不知道